我是絕對不會台灣的 我竟然希望能夠有機會 用國家的力量 誰要你選對人 你對得平常人 台灣就自然合理 然後目前現在在台面上 所有的政治都 他們不曉得這麼會忘 未來產業政策 讓我有四十幾年的經驗 有未來的國家 未來的地方 他才有希望 我跟他愛台灣 台灣的自由民主 台灣的自由民主 台灣的醫療保險 台灣的人情味 台灣的 現在可以提到一些 政治上的中美 地緣政治的證明 台灣會推上戰爭的邊緣 台灣的人才 保駕於 戰爭的邊緣 到後面的邊緣 經歷他的邊緣 將來的人要來治理這個國家 台灣經歷這個國家 他們要懂科技 懂產業 懂創業 那目前現在在台面上 所有的政治都 他們不曉得這麼規劃 未來產業政策 要我有四十幾年的經驗 可以規劃 只要你選對 你對得平常人 台灣就自然和平 台灣自然會有科技 他的科技 他的經驗就會跑 台灣應該變成是 世界的科技 然後再講青年 我是絕對不會台灣 我是希望 再還是希望 跟他們大方再做有錢 我要改變台灣 所以考慮說 我如果出來帶你台灣 你們每天都有機會 你們沒有未來 國家有什麼未來 那我個人的力量還是不夠 我現在希望能夠有機會 用國家的力量 台灣有很多錢 等於說 都該做錯誤的政策 造成資源的分配不均 大家花太多時間在討論 跟某一個國家斷交 我覺得我看法是 台灣應該把經濟部跟外交部 在某些功能比較合併 台灣怎麼樣 把這些人才 call in回來 給他們機會 讓他們發揮 我覺得這將來做台灣的任何一個 當權者 應該深思熟慮的地方 應該多花時間 政治是個過渡 只有年輕人才有 有未來的國家 未來的地方 他才有希望 所以柯總 你會聽聲耳朵跳出來 這個 這個是我想 今天先來了解 先來了解問題所在